当前全国秋粮收获基本结束 为了让农户家里的粮食不会没变 各地推广了一些像玉米上楼这样的科学储粮措施 小雪节气过后 山东济南平阴县的秋收接近尾声 又到了储粮的时候 当地各个村子里家家户户的包米楼子拔地而起 成为了农户的储粮神器 咱这个包米楼子从地面往上15公分 这都是经过粮食部门刷算的 不收纳 不着密 减少百分之二的需求 李明海口中的包米楼子 就是结合当地实际 为农户量身打造的科学储粮仓 以降耗减损促进增产保工 除了让玉米上楼 粮储部门还鼓励重粮大户 运用新设备进行科技储粮 在重粮大户交广复的农场里 产车正在将收割完的玉米 运送到烘干机里 今年他种的2000多亩 260万斤的玉米 不出半个月就能完成烘干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统计显示 截至目前 累计为全国农户配套科学储粮装具 1000万套 储粮方式的改变 减少了粮食的损耗 国家通过实施农户科学储粮专项 我国农户储粮损失率 由10年前的8% 降至目前的3%左右 在助农减省增收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